調色盤 嗨大家好我是Joe好久不見 今天我們來畫一張羅女素鞋 前面都是我在洗調色盤 因為這調色盤是我一個朋友送我的 上面都是他以前沒用完的顏料 很多都是好冰的 那些牛盾 但是他顏色排列的方式 跟我習慣不太一樣 但我又覺得直接洗掉 有點可惜 所以最近都在洗這個調色盤 就是希望把這個調色盤的顏料 把它通通用掉 再擠上我自己的顏料 那現在我就是用筆用力的搓這些顏料 把它搓起來因為都有點乾了 那如果你要這樣搓顏料的話 最好是選一支比較便宜的尼龍筆 把筆拖壞掉也不會心疼 那擠一些我等一下會用到的顏色 因為是畫人體 習慣用一些膚色再搭配其他顏色 因為我習慣是畫石中絲 如果這顏料太乾就不好用 之前有解釋過 這濃度不對 石中絲放上去就會暈開 那我先打水 這個本子是 那是松竹的日本水彩紙 通常我畫這個都是練習用比較多 我自己畫作品的時候不會用這種紙 不太習慣 但我在做這些實驗 練習的時候會用這種比較便宜的紙 以前我畫人體呢 比較習慣用鉛筆打抄稿 那最近就是練習直接用色塊的方式去做出整個造型 再用線條勾出它的輪廓 那我覺得這樣比較不會變成 被形狀綁住 就很像我們小時候 習慣先畫邊框再把顏色填滿 然後還會提現掉單的 怕塗出去 以前就有很多小朋友看我畫畫 然後說 哎呀叔叔你這個塗出去啦 我就會說那怎麼辦呢 要報警抓我啊 總之我們 從小似乎就是習慣 邊框再填色的這種邏輯 這種畫畫的順序 從小各種約定俗成的規定 約束我們 不要畫出輪廓線外喔 就變成像遵守交通規則一樣的美德 但後來這種情形卻有漸漸變好 現在小朋友畫畫風格都比較多元 總之我覺得就是去鼓勵小朋友 嘗試客重可能性 搞中動畫它一定都是 顏色是好好待在那個線框 線稿裡面 這樣大家才可以分工合作 我們自己畫畫的時候 不見得要遵守這種規則也好 或者是習慣 所以慢慢的我也習慣了這種 先畫顏色再畫邊緣的方法 畫出來的話會比較靈活一點 就是邊緣不會那麼死板 但是看客人習慣啦 也有人可以先勾線 它本身線條很生動的線條 總之各種方法都應該去嘗試看看 沒有說哪一種方法一定是對的 現在我底色上完了 就用黑色來勾它的邊緣 盡量避免從頭到尾 沿著色塊的邊緣這樣勾 那我們這樣先畫色塊的意義就不大了 我們有時候就是故意畫在顏色跟顏色的中間 這樣你會覺得它的邊緣的變化比較活潑 不要很死板的從頭一條線勾到底 粗細的變化還有長短的變化都要去注意 大概是這樣子 因為線條要有粗細的變化 要勾細一點的線就可以用小一點的筆 但有時候我會故意不換筆 因為有時候用很大隻的筆畫出來的細線 那個感覺會有一種特別的質感 那這張主要就是用冷暖的護補 當一些綠色比較冷的顏色畫在身體裡面的時候 我們眼睛很自然會把它判斷成是環境光 不會覺得很奇怪 如果你是先框好身體再去塗色的話 你就不太敢這樣子上色 那反過來如果你是先畫筆色再勾邊緣的話 就會有比較多選擇 那高光的部分我就會用不透明的白色裝飾一下 那現在這個白色的線勾下去 發現它的左腳因為邊緣線的位置現在變得太細了 只好想辦法再把它加粗一點 就用更濃的顏料把它蓋過去 還是有點細但是不管它吧 基本上這樣差不多就完成了 就很快的這張樹形 今天練習就在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有興趣可以在家自己試試看 先畫顏色再勾邊緣 掰掰